瘸腿阵长竟是土匪头子 而且功夫该是 一招鬼王夺命长更是独步天下 武学民们黄师傅竟然也不是对手 关键时刻 两位少年挺身而出 龙行拳和夺命长联手 成功将打倒阵长 揭开了他的虚伪面孔 话说乐平镇阵民乐善好事 近日村民们筹集了一大笔善款 由这位年轻有为 武功高强的黄师傅亲自压镖护送 黄师傅不简单 是名门后人 另外几名押镖人也向镇长表示 一定能够安全送镖 一行人很快浩浩荡荡的出发来 就快要路过常闹匪患的麒麟古时 小四好心提醒 让他们当心 黄师傅丝毫不放在心上 令人表示他大刀在手绝对没有问题 这时一个车夫也恰巧 推着一个西装男子路过 车夫推着西装男走在前面 突然远处的树林中 钻出来了许多土匪 很明显是冲着他们的钱来的 黄师傅很快就和来抢劫的土匪打坐一团 大刀哥也不示弱 不过还是被土匪趁乱抢走了押送的飙车 不过半路上不巧的是 土匪警人翻车了 而车夫和车座上的人走在前面 刚好撞到顺手牵羊的土匪警人的大型翻车现场 车夫顺手牵羊带走了这批货物 而西装男也紧随其后 二人身手都不简单 而西装男也一眼看出了他的功夫 就是传说中的马蹄拳 车夫名叫玛丽 车上坐的乘客名叫雷震天 二人很快就为了争夺打了起来 在打斗之中 他们无意之间打翻了箱子 没想到的是 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善款 而是石头 黄师傅他们在此时也终于追了上来 看到眼前的场景 黄师傅一时头皮发麻 不知道怎么跟镇长交代 而镇长一起押送善款的老汉 更是一个激动就去领了盒饭 黄师傅竟然回到镇上 告知镇长这个不幸的消息 镇长知道此时 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那是非常的着急 想到河北的灾民 更是痛心疾首 而大刀哥丝毫不觉得 自己运送有问题 他告诉镇长都怪车夫二人捣乱 他们应该跟土匪一伙来 他们故意带头声东击西 所以善款才被抢跑 他们凭借记忆画出了雷震天的画像 并贴了出来 玛丽也看到了告知 并与自己的好哥们 大刑哥开始了合作 合力抓雷震天 大刑哥当即就找到了雷震天 说玛丽被通缉来 他们一起去抓他领赏赐 雷震天信了 这也正好中了两人的计策 不过好在雷震天功夫超群 很快就凭借着自己一身的本领 挣脱出了束缚 然后和玛丽过招 不料二人的武功竟然步枪上下 打起来也是不分胜负 很快 玛丽就使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计划 玛丽借机将雷震天引诱出来 而大刑哥则趁机借助卷帘 将雷震天捉住 而人将雷震天绑在了柱子上 由大刑哥负责看守 而玛丽则就通知捉人 等玛丽到了胡子哥那里 胡子哥并不相信 因为他觉得雷震天武功高强 不可能被轻易抓到 为了让胡子哥相信自己 玛丽不得已拿出了自己的传家玉佩 他告诉胡子哥 如果去了没人 玉佩就是胡子哥的了 胡子哥拿了玉佩果然动手 不料这边 大刑哥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 在看守雷震天的时候 竟然睡着了 雷震天也顺着柱子成功逃跑了 他还打晕了大刑哥 将大刑哥绑了起来 等胡子哥到了之后 发现果然不是雷震天 觉得被耍了 就去质问玛丽 玛丽一时觉得有苦难言 急忙带着大刑哥逃走 胡子哥也并没有着急追 而是没收了他的传家玉佩 话说 镇上的管家 有一个身材很胖的女儿 这日是他女儿 和他们上美女婿的大喜日子 胡子哥也来参加宴席 玛丽则趁机混进去 想拿回自己的传家玉佩 趁着胡子哥喝醉 玛丽玉佩成功到手 正准备溜之大吉 不巧的是雷震天也在这里 他刚刚顺回来的玉佩 又被雷震天拿了 雷震天借机请玛丽喝茶 原来雷震天看玛丽身手不错 便想要利用玛丽 而聪明的玛丽也猜到 雷震天的身份并不简单 二人就此达成合作 他们知道截标的事情 与自己无关 也想要查清楚 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鬼 两个人顺着车内的石头 猜测有问题之人 就是镇长 两人乔装打扮 来到了镇长府上 讲借古丸的名义 和镇长攀谈起来 在玛丽展示了假古丸之后 镇长也带他们来到书房 参观自己的古丸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吵架的声音 一名叫九叔的人找到了镇长 原来他的铺子 欠了一个月的租金 因为生意不好做 所以希望镇长能够宽限几天 镇长看到有客人在 就假意说给九叔 免出这个月的租金 结果九叔还没有走出去 就被镇长的人绑了起来 这一幕刚好被暗中观察的玛丽察觉 这时管家的女儿胖妞 刚好找老爹有事 说她先找了个男朋友 想要结第九次婚 老爹无奈 并偷偷给女儿拿了几块大羊 并告诫女儿 用钱的时候一定不要被别人看见 玛丽看到大羊觉得有蹊跷 便也溜了进去 管家发现有人之后为时一晚 刚想要追出去 就被一个金鸭杀手给解决了 玛丽拿到几块大羊 非常开心 却被雷震天给发现了 二人二话不说 又打了起来 打着打着 胡子哥带人过来了 二人中了胡子哥的埋伏 被活捉了 结果胡子哥逼着他们承认 杀害管家和结标的事情 不然就对他们动刑 还热心的给二人介绍刑剧 二人只能假意承认 二人也因此被直接关进了地牢 两个人一合计 觉得管家镇长和胡子哥都有问题 就在他们想着怎么逃命之时 一把钥匙被丢了过来 原来丢钥匙的是黄师傅 他也怀疑其他几人有问题 两个人开门就要直接跑路 结果在逃出来之后 发现胡子哥竟然也被干掉了 不过他们发现了胡子哥的脖子上 留下了牙印 很快他们又发现了管家的棺材也有问题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全是大洋 两个人正在合计的时候 金牙杀手又出现了 两个人只能合力大战金牙杀手 不料金牙杀手力气太大 两人误打误撞减 创建了兵器房 一个拿弹刀 一个拿鹰枪 不想金牙杀手并不一般 他的大金牙更不一般 如同一个搅拌机 这直接把两个人看呆了 最后两个人合作终于找到了金牙的弱点 就用绳子摆平了金牙 回来之后 二人发现 棺材里的大洋竟然不翼而飞了 原来镇长已经派其他人运走了 黄师傅根据线索在途中拦住了他们 在打斗中也发现了里面的大洋 这也证实了黄师傅的猜想 镇长的真面目终于被揭穿了 镇长并不着急 让黄师傅拿出证据 黄师傅表示 那两个被冤枉的人就是证据 此时镇长也不装了 原来镇长是武学高手 直接解决了黄师傅和他的手下 等到雷震天跟玛丽前来 也发现了镇长的阴谋 他们猜测一定是镇长做的 接着两个人抄小道拦住了镇长 不过他们低估了镇长的实力 只接他一招弃尘丹田 就打得两人毫无还手之力 二人也凭此猜测出了镇长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是曾经的匪头 江湖败类夺命岩岁 一招夺命岩更是害了多人性命 不过他在十几年前彻底失踪 关键时刻 雷震天使出绝招马蹄弓 马蹄弓不简单 后蹄腿威力惊人 而雷震天实则是一个密探 玛丽也不简单 他的绝招是伤害力惊人的龙行拳 真实身份是一名神捕 接着二人合力 用马蹄弓和龙行拳联手对付镇长 最终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作恶多端的镇长也终于领了和饭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